蔡里旭老师 埋怨自己的父母是最折服的 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汉字 充满了人生的智慧 这个交字的古字是这么写的 左边两个叉 一个小孩 第一个叉是父母老实话的 第二个叉是小孩模仿 画下来上行下校 深叫 而且这个父亲坐了多久 坐了可能十多年 孩子懂了 这叫耐性 拿着一只树枝 耳提面命 提醒孩子 所以教育要有耐性 从一个叫字就给我们了解到 要深叫 要有耐性 其实我们不管是带孩子 还是带下属 只要觉得带不动 回到这两点来自我反省 决定可以更上一层楼 比方 这个下属心量太小 那怎么办 我的深叫还不够 自己更扩宽心量 我们现在处事 心量为什么打不开 很容易见别人的过 然后放在心上 现在人严重到什么程度 父母做得不妥当的地方 都放在心上 怨父母 一个人连父母都怨 他的心量能有多大 我们要了解 怨天尤人 尤其怨自己的父母 那是最折服的 有一个读书人 他学问很好 一直考不上 后来遇到一个高人提醒他 你在小的时候 用非常怒目去瞪你的父亲 你这一念心 把你本来的功名 给折掉了 为什么 没有父母怎么会有 现在的我们 我们一出生 没有父母的养育 照顾 我们早就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既然没有父母 就没有我们 我们这一生 还有什么好跟父母计较的 还有什么 不能供养给父母的 更何况 父母给我们的爱 他还是无私付出 也不求我们的回报 那怎么连生命来自于父母 我们还要去怨父母 报恩都来不及 可是父母有不对呀 父母有不对 我们为人子 是要去劝父母 让父母成为圣贤人 这才是我们要存的心 弟子归很重要一句 恩欲报 愿欲望 人 真的是自己折磨自己 把任何人的不好放在心上 谁最痛苦 那不是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我们的老祖先教我们一个字 叫爱 要爱父母 要爱自己 愿要放下 恩要提起来 一个人假如每天都念恩 他每天都欢欢喜喜 每天都在报恩 生活非常的充实快乐 我们干嘛好日子不过 幸福在哪里 一念之间 要把它转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